这弥勒菩萨出世距离我们非常遥远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这当中苦难众生怎么办呢 没有佛菩萨教会 佛菩萨还是慈悲 请地藏菩萨代佛教化 所以在这个当中没有佛 地藏菩萨就代表佛了 他来教化众生 救苦救难 注意想想 为什么不教别的菩萨呢 观音菩萨慈悲 为什么不教他呢 普贤菩萨也很慈悲 为什么单单找地藏 要晓得这个里头 含藏着 表伐的妙用 地藏菩萨讲什么 我们就明白了 地藏菩萨讲小道 孝亲尊师 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 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大德了 这第一大德了 到那个时候人 只要懂得孝亲尊师 就能够免除苦难 就能够振掌善根 振掌福德 于是 我们就能够深深体会到 现前这个社会 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才有效 这是根 这个根 人人都有 这个孝 孝尽 就是古人所说的 本身 本性 本身 本性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孝敬 孝敬是先天的 不是后天的 后天是因为没人教 被蒙蔽了 如果有人教 他绝对不会蒙蔽 所有一切教育的 大根大本 历代帝王懂得 叫孝 皇帝死了之后 嗜好里头 一定要加个孝 不管他真孝不孝 他要用这个字 一定把孝子标出来 人真正能孝亲 就不敢做坏事 为什么 做坏事 对不起父母 父母再往上去推 他对不起祖宗 我念都没有 他怎么会有我的行为 我的言语 当然没有 那你就晓得 一切毛病的发生 全处在不小 不懂得小 佛经千经万论 还不就讲这个字吗 中国传统古神仙仙 也都是讲这个字 这个字的一个字 一离讲不完的 讲不尽的 为什么 他真信 他是信德 信德 信德 就没有边际 没有大小 就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那这个字的意义 永远讲不完的 他真心 引语出来 把他展开来 展开对自己日常生活 对工作 对人 带人 接悟 那就是 无能 五常四位 八德 四位 国泰 明暗 那这四个字知道 过运长龙 那四个字知道 真 就对象 八德 这一展开 是对整个宇宙 对一切众生 佛法在其中 佛法也是 将 八德 发扬 光大的 灵力 尽致 事发跟佛法是一方 大臣经上 这么说的 你一到四院看 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的建筑 你在外面看 是粘层 粘层 里面是一层 就表这个意思 粘层 上面一层是佛法 下面一层是释法 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看 有佛法 有释法 走到里头 释法 佛法 融成一体 没有了 佛法 至善 至于至善 这终极的目标 真正至于至善 是臣服 无上正等 真确 这是至于至善 完全回归到自行 长级光就是回归自行 妙诀 就是至于至善 所以一切法 到最后 融归成一体 等于灘 人 感谢观看